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 今天和大家讲一个女明星被关进密室,每天都被惩罚的故事 女主小男是个明星,一天早上醒来她发现自己被关进了一间密室 而且双手双脚还被铁链锁着,无法动态 房间里空闹闹的什么都没有 小男害怕极了开始大声呼啸,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她惊恐之下开始听命挣扎,终于她成功地挣脱了一条锁链 这时小男发现自己身边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数字1 她继续听命叫喊,喊着喊着晕了过去 当她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的身旁出现了第二张写着数字2的卡片 小男有些疑惑,这时密室里开始释放不明气体 小男听命求饶可是无济于事 在气体的影响下,她再次昏了过去 过了很久,小男醒了过来 面前出现的是一张写着数字3的卡片,还有一根管道 突然管道开始向外喷射火焰 虽然没有烧到小男,但火焰温度很高 烫得小男崩溃大喊 小男再次昏迷醒来时,面前又出现了写着数字4的卡片 她拿起卡片,想要查看一下 没想到卡片被面前有好几个刀片 把她的手给割伤了 旁边又出现了一个水管 正当小男盯着看的时候,水管喷出了大量的水 呛得小男无法呼吸,再次陷入昏迷 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上的锁链没有了 她找到出口,拼命地撞进部门,想要逃出去 突然门外三进来一张写着数字5的卡片 小男害怕卡片的背面还有刀片,犹豫着不敢拿起来 最终,求生欲还是战胜了恐惧 小男鼓起勇气拿起了卡片 撤刺卡片的背后竟然是把钥匙 小男心喜若狂,赶忙拿起钥匙插进了门里准备开门 可谁知,钥匙竟然断成了两截,把锁眼都堵住了 此时门后传来了幸灾乐祸的笑声 小男知道这是对方会信任他 突然他发现身后出现了两张写着6和7的卡片 旁边还放着一根棒球棍 小男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突然封闭的房间里竟然传出了马蜂的声音 小男的身后出现两只巨大的马蜂 小男拿起棒球棍开始防卫 他歇斯底里地挥舞着棒球棒 没想到竟然神奇地把两只马蜂给打落了下来 小男开始哈哈大笑 他对着空闹闹的房间大喊 我不怕你们,还有什么尽管放马过来好了 这时死去的马蜂旁边突然出现了一张写着数字8的卡片 小男心里一惊 他翻过卡片后发现背面是某个神秘的图案 随后他把所有的卡片翻过来拼在一起 卡片背面居然拼出一个巨大的马蜂图案 难道这是,整个是马蜂 突然小男后面传来了巨大的嗡嗡声 他抬头一看,无数的马蜂 从天花板上涌了下来直接把小男淹没了 镜头一转 此时电视台正在播放新闻 知名女艺人小男死亡 身上还有数名男性失报的痕迹 旁边还有另外两具男性尸体 全片结束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之后表示一头雾水 其实这部影片是在反映日本混乱的娱乐圈 越来越多的女艺人遭受到了骚扰 天中用一张张卡片来隐喻小男所受到的骚扰 那一个又一个马蜂则是侵犯小婷的男性 AKB恐怖之夜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下期